字幕君 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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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Lady's and X 全世界的台語 大家好,我是你們的歌 這是什麼? 不可思議 恶... 嘿嘿嘿嘿... 好,我們今天又來繼續講講非常好笑的公告了 首先登場的呢 是住戶唱歌 被公告 欸?住戶唱歌被公告 難道住戶唱歌錯了嗎? 真錯了 第一個錯是因為他太晚唱 第二個錯是他唱歌太難聽 公告寫著 麻煩本棟住戶 晚上22點到7點 誤自彈自唱 舞音不絕 已錄音備案 感覺出來 他很怒啊 怒到錄音備案 這讓我想到一個場景 就是呢 靜香明明就是小青青拉得很難聽 硬要拉 或者是胖虎 唱歌很難聽 硬要唱 不過更好笑的是呢 這個住戶其實他的素質還蠻高的 他沒有移讀不回 他看到這個公告之後呢 親自在下方留言回覆 就是因為被擊倒 才想加強練習 請您給個機會忍耐一下 到最後你會發現 我會進步的 有人就說 真有成語沒有移讀不回 然後有人說 給他機會啊 忍了啦 加油啦 唱下去啦 但是呢也有人有一個地獄般的 慘痛經驗 看到說我會進步的 這幾個字呢 你就要知道事情不妙了 他舅舅唱歌呢 像在雞叫 雞叫什麼一回事啊 那這個雞有很多種啊 你是公雞早上叫 還是那個尖叫機被壓到那邊慘叫 這唱歌比很大 那但是因為他非常善良啊 我們就不好意思夸他人水 指揮他 你很有進步的空間 那沒有想到就舅舅以為他被夸獎了 然後就回了 啊謝謝你的肯定 以後會更進步 然後沒有想到 後面他們還是要繼續忍耐舅舅的雞叫聲 真的是 梁靖茹給了他很滿的勇氣啊 竟然敢親自回復 不過會不會他就是下一個 金曲歌王呢 會不會他 麻雀翻身變鳳凰呢 麻雀翻身變鳳凰 好像不太對 麻雀翻身要幹啥啊 再來這個我是覺得蠻狂的 大家知道藍牙音響嗎 他是要配對的嘛 然後配對好之後就可以遠距 連線放音樂 然後就能貼出了一個公告 親愛的 你的藍牙音響 沒有壞 當您開啟藍牙音響的藍牙耳機時 請確認一下您的稍微號碼 OS888-100-1900 這是 我家的藍牙音響 當您連線藍牙時 發覺沒聲音 也不用急著開到最大聲 放心 你的藍牙音響沒有壞 因為你連動的 是我家的藍牙音響 非常感謝您分享的音樂 但是我們的音樂喜好類怎麼痛 是無法這樣子遠距離共享的 啃請連電線時 不要再連錯相了 感謝您 也預祝您 愉快順心 每一天 這真的是蠻好笑的 還好他不是 把藍牙音響放到最大聲 然後再看愛情戰爭動作片 沒有藍牙音響 沒有人家的音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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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其實那我比較好奇的是 這個藍牙音響不是一般會 要求確認連線嗎 他後面才可以這樣子 隨便就連進來這樣子 他除非一開始被連過吧 那怎麼會一開始被連過呢 這陣子讓我有點 不太想得通 請專業的幫忙分析一下 再來這個我覺得是莫名其妙 刷馬桶 竟然也可以被投訴 公告 近來住戶翻譯 由住戶於半夜1點54分刷馬桶 突然夜深人距四周 陳真的回憶也相當搭 因你的動作影響到樓下 或者會不會連你 歡迎請各位方林 能於晚上10點以後 清晨7點以前放牽動作 共同 下面亂把 看不清楚 被馬賽克 哎呦 共同馬賽克 哎呦 這難不成 裡面有一些 各人在小小的內容 連蚊子都馬賽克 這等一下漏點了是不是 這蚊子哪裡多了一點漏出來的是不是 我覺得這也是蠻嚇的 刷馬桶錯了嗎 真錯了 半夜不可以刷馬桶 各位知道嗎 這讓我想到 目前之前住的一個社區 那邊附近 真的是遇到一個很怪很怪 很扯很扯的事情 半夜 兩三點還是三四點 反正就是半夜 超大聲 半夜來收垃圾了 各位聽過嗎 真的是大半夜哦 一點不誇張 那個垃圾車的喇叭聲 超大聲的在那邊響 真的是莫名其妙耶 半夜被鬧鐘聲叫醒的 半夜被人家那個 移動加幣叫醒的也都有 但是第一次 被垃圾車的音樂聲叫醒 超扯的 我當時超想投訴的 但是不知道垃圾在哪裡 不知道怎麼投訴 這太扯了啦 而且還不是一次耶 超誇張 那這邊還是要勸告一下各位 如果你習慣大半夜 在那弄出很巨大聲聲響的話呢 那你真的是要 體諒一下其他人哦 因為大部分人作息呢 是比較正常的 像我們這種夜貓呢 在辦一活動的時候啊 就盡可能親手親腳 既然是一隻夜貓 那就像隻貓一樣安靜點 那另外也是要提醒啦 如果這種行為旅券不聽的話 那真的是有可能會被 鄰居搜證檢舉 會比較乏力 再來這個是店家 辛苦工作了很久之後呢 終於非常爽貼出了一個公告 是告知大家 我們要修寫公告 但是他們的講法卻非常的有趣 爽修十四天 送啦 聽上去這個時候 人家超羨慕的 在一般來說 大家都會怕別人覺得 你放假很爽 但竟然有人大辣辣 直接毫不遮掩的 告訴大家 我爽修十四天 這真的是 蠻耍飽的 老闆真的很調皮啊 那更調皮的是呢 再會 手比愛心 還有一個手比愛心是怎樣啦 又是一個中年大叔在那邊對你啾咪 手比愛心會吐 拜託 收回你的愛心 你慢慢爽修 我祝福你 修得開心又愉快 那這個公告呢 為了台中戲劇某一個小巷子 賣鵝肉冬粉和當歸亞的啊 那之後呢 可以一起留言分享 老闆平常他們是怎樣的一個 調皮是活潑 萬一提供更多 有趣的之類 再來啊 這也是一個開店 然後店修的公告 不過他們的公告 我覺得這個會 死亨慘劈開肉戰 他非常明目張膽的寫著 外遇中 出國避風頭 電修九天 哇 最好是外遇出國避風頭 要打這麼大啊 那你最好是出國避風頭九天 回來就沒事 我覺得老闆娘 看到這個公告 才會把你打死啊 不過我想這應該也是他們 電修的一個有趣的說法 那我覺得老闆平時可能也是一個 幹話哥啦 此次呢也是來個幽默的幹話一下而已 但是呢 不要講幹話 可以嗎 再來一樣貼紅子 然後公告內容很瞎的 還有這一個 老闆哥好迷 故身體不適 四月六號到四月七號 電修 四月八號呢 抬頭挺胸 與您相見 那個頭呢還特別的眩起來 還畫一隻 打蝴蝶結的烏龜 最後 哥好迷 可以休兩天就抬頭挺胸 然後再跟你相見的啦 重點是 就算你哥了 你也不要抬頭挺胸 讓他跑出來跟我相見好嗎 可以不要嗎 收好來 那根據網友的留言 這好像又是位在台中 不曉得會不會是跟上一個店家一樣 他貼的那個紅紙的背景都是一個鐵門 只是鐵門也是好像不太一樣 不知道會不會是剛那個幹話外語歌 不要那麼統一間 那就有很多人說啦 修兩天太少了啦 當兵哥的時候呢 都修超久的啦 那還有有人說 最好割完兩天就能抬頭啊 硬到痛死了 之類的 那另外也有人說啊 老闆這樣子硬斤喔 其實真的是 風險很大啦 如果這個時候有一個 穿辣一點的女客人 進來買東西 老闆公交都會瞄到 喔喔喔喔喔喔 馬上噴血 又要點修了 到時候貼的公告就是 老闆哥好迷 結果女客人害我又噴血 烏龜壞掉 我們4月10號 再次抬頭挺胸 與您相見 這老闆喔 要嘛就是 也是幹話歌啦 要嘛就是他真的是 很坦蕩 很大方 願意跟所有人分享 他的一切 再來最後面這一個呢 就是讓人害羞自己 非常羞恥啦 尺度很高的一個公告 公告 本樓住戶反應 經常有住戶發出 過大噪音 括號25樓劇烈運動 最影響的生活品質 請祝福本座鄰居互助精神 降低這道噪音 讓大家生活愉快 謝謝佩合 那這個 直接把25樓 點出來 而且說 劇烈運動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 大概是怎麼樣子 那這25樓的人呢 大概也是 以後齁都不太敢 拋頭肉面 出見在大家面前了 那這個情況應該是這樣子 劇烈運動 叉叉 床上運動 圈圈 應該是 後面那一個 不知道大家年輕氣神 有時候大家都想要把這個 身體裡面的任何的 痛快的感覺 喊出來 叫出來 但是呢 如果你是跟別人一起 住在一起的話呢 我想呢還是要 適時的 忍耐一下 有時候這種 忍一下怕別人聽到的 這種感覺不是也挺刺激的嗎 為了大家的身心著想 避免別人有了過度的反應 導致別人的身體呢 也產生不適 害那個剛剛電修的老闆 直接龜殼破裂 導致他又要電修 所以呢 為了別人的生意著想 為了別人的健康著想 有的時候 還是要小聲一點 比較好 不然就挑一個別人不在的時候嘛 挑那個下午三點啊 大家應該都比較不在啊 上班了再上班 上課再上課 還沒有回來 那時候再盡量叫 就不會有人理你啊 結果呢 剛好隔壁有人 今天休假 今天整天待在家 哇 整個下午都聽到你在那邊 撕心裂肺的吶喊 結果鄰居 度過了一個難忘的下午 喔 串聯起來 會不會是那個外遇中的幹話哥 跟這個二十五樓的 來了一腿 然後太大聲 被老闆娘發現 所以他要出國去避難 避風頭 那回來的時候呢 結果 這二十五的女主人 然後去到那個店修的老闆店家 搞到他剛割完那個 然後結果又抬頭挺胸 真的與您相見 然後導致他龜殼破裂 又要再一次 等下 這三個都是串聯在一起 還蠻瞎的 博君一笑 博君一笑 好啦 那麼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了 提醒大家 有的時候呢 我們做任何事情還是要 互相體驗一下 一起維護這個社會的安寧 好啦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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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